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接着我们这个单元呢 要讲到齐音 还有齐音的亲友 非常非常注重的事情 并且是必须要注意到的事情 一年发生一次 邀请到的嘉宾 他是赵世文 Simon Chu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到了第四个季度 是最重要的一个季度了 关于保险 关于理财 介绍Simon 他是已经从业30年 看不出来吧 并且他是湾区 唯一的保险世家 他曾经得到的是 Top of the Table MDRT的顶级百万元桌的高级会员 并且他也是加州 唯一获得全美健康 终身精英奖的华人 好 那今天我们来赶快切入主题 现在又是到了AEP 10月15号到12月7号 2020年的Medicare的重大消息 还有OEP1月1号到3月31号 这些数字 这些字母代表什么 对 其实AEP就是代表 Annual Election Period OEP叫做Open Enrollment Period 那简单这个是主要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谈到 其因计划 就是针对Medicare的用户 所以如果您在 我们电视旁边的朋友 你是现在65岁以上 或者是快到65岁 接近退休年份 甚至有些人士是在65岁以下 属于商产的人士 他们都有资格领到这个红蓝卡 叫做Medicare的卡 那拿到这个卡之后呢 一大部分人士都以为啊 我就全包了 政府可以全包我了 其实不是的 一定要上一个 我们叫做Medicare Supplement 或者是Medicare Advantage 种类的计划 这个基本上就是补助Medicare 所不包含的部分 自己要承担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Medicare Supplement 的保险计划 那为什么这个时期这么重要呢 每年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跟大家分享 每一年 这个Medicare 对了改变的内容啊 计划的改变啊 价格改变啊 保险公司的改变呢 每年都在这个时期 10月15到12月7 Annual Election Period 大家如果现在 在用这个Medicare福利的话呢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去做一个调整 改换计划 如果不需要调整的 就不需要改变 没错 如果不需要调整的话 也应该参加我们的讲座 来听听 有什么新的计划 没错 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法律改变 对Medicare有什么影响 甚至一些数字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 10月15到12月7 这个是第一个 Annual Election Period 可以改变您的计划 10月15 哇 马上就到了 没错 如果您miss掉这个时间的话 不用担心 新的法律 今年成立的了 就是说 如果大家miss掉这个 10月15到12月7 这个期间的话 还有一次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1月1号到3月31号 2020年1月1号到3月31号 这个就叫Open Enrollment Period Open Enrollment 给大家如果已经上保的客人 还有一个机会去做调整 如果医生网络不完善 计划不好 内容对于自己不太适应的话 那还可以做一个调换 所以这个是明年 我们在节目里面再提醒大家 还会提醒 对对对 现在我们先注重讲讲 今年10月15到12月7 这个期间 如果大家要参加我们的讲座 来了解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什么的内容 第一呢我们讲座里面每年都有开了几十场 基本上每一天我们都有讲座 每一天 所以我待会会预告一下 我们每一天在哪里开的讲座 在哪个office 那么讲这个时间表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这一年Medicare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哇 第一个呢我们分地区心来讲 分享 第一个就讲到San Francisco County San Francisco County 多了几家的保险公司 进来参加提供Medicare的服务给大家 他们好不好啊 都是好大公司 所以这个是第一 那San Francisco呢 还保持很多现有的保险公司的计划内容 以及价格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一点点有调整 有没有上涨 有调整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大家不用担心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加我们 San Francisco offer的讲座 来了解 那么San Mateo County呢 就有好消息了 San Mateo County 有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 进去San Mateo County 那我们不必提到是什么公司的名字 是原来没有的 原来没有的 那我们就用字母好了 一个ABC的A 所以这个A公司进入了San Mateo County 而且提供零月费的计划 非常非常受欢迎 所以我建议大家 属于San Mateo County的观众朋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来参加我们在San Francisco开的讲座 来了解这个新的公司 有没有医生说 如果你是零保费的 我不要你这个病人 不一定 因为医生的网路已经比较完善了 而且这一家公司不是个小公司 是大公司 在其他地区已经拥有这种类的计划 这个是San Mateo County了 那Alameda County 还有好消息 也有零月费的计划 进入Alameda County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参加 我们奥克林以及Fremont Office 的讲座时间 所以我现在就预告一下 还有San Mateo County San Mateo County San Mateo County的话 大家都不必担心 因为所有现有 现在有的计划内容 以及公司呢 还是保持这样的保险公司 以及保费范围 都是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改变 至于福利的话 还是蛮不错的 San Mateo County的朋友 不用太担心 可以参加我们San Mateo Office的讲座 那我预告一下 我们每个礼拜二 在Fremont Office 举行讲座 每礼拜三 在San Jose 礼拜四 在Oakland 礼拜五 礼拜六 在San Francisco 你只有礼拜一休息 大概也不是休息 而处理其他的事情 对没错 只有礼拜一的时间没有讲座 另外每天都有讲座 而且另外我们也提一下 每一次的讲座 都是早上10点 希望大家马上上去我们的网站登记 Simon888.com登记 或者来电 book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是座位有限 每年都爆满爆满的时候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计划的安排 比较 投保 还有选项 来做一个分析 大家要知道Simon 他是在矽谷湾区 可能说是很少数的 国语又流利 广东话更流利 英文更更更流利 没错 没有一种语言难倒的过他的 那如果您是有这方面的需要 在参加座谈会 就可以带着您的Driver License 还有您的Checkbook 听懂了 Convince了 当场就救保了 没错 时间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10月15到12月7截止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就必须做一个决定 马上选择 下一年用什么计划 也会讲到Part D 没错 没错 ABCD 全都在我们讲座里面都会提到 都有了 现在也要提醒大家 在10月份的时候 我们多开两场不同的讲座 包括内容呢 就是退休理财 我们会在10月12号 在Diense College 举行退休理财规划 那这个是英文的讲座 我们是有两场 早上10点30分 以及下午1点 在Diense College 另外呢 我们10月26号呢 另外还有两场 就讲到Social Security 的Workshop Social Security 怎么样 让您可以领到这个社会安全金 最大化 我们两场 一场是10点30分 另外一场是1点 另加2点钟 用Medicare的讲座 同一天 好 所以我们就在10月26号那天呢 非常非常的排满 三场讲座 你说10月份真是重头戏 非常感谢Simon 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段告一段落 接着还有GMCC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再见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 收听